这一款游戏最近市面上讨论的热度还是蛮高的 那所以呢我就心血来潮也去Steam上看了一下 然后又下载了一下 就是我也想试玩一下 到底这款游戏的这么一个体验 对于我来说会是怎么样子的 这款游戏到底怎么读啊 就是INCOL INZOE 那这款呢是韩版的捏脸游戏 那类似就是模拟人生嘛 那所以说我还是蛮期待的 那关于试用版的这么一个简介呢 在Steam上呢就是这么说的 说它是一个realistic life simulation game 其实呢 看了一下 这感觉上就是韩版的模拟人生嘛 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试玩的还是一个捏脸的一个过程呢 还不是整个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推荐和评价 上面上说就是缺少了一点手势上面的衣服上面的和脸部轮廓和特征上面的一些功能性 但是总体来说呢 the graphic is perfect OK 那这是另外一位推荐者说 he would love to have some more freedom 就等于说是 其实功能还不是很多 还没有那么的好玩 如果大家想看评论的话呢 就是可以放慢我的一个视频的速度 或者说直接去Steam上去看别人的推荐啊 或者说自己也可以就是下载下来玩一下 像这些在Steam上面的一些缩略图啊 这非常的寒啊 这非常的寒 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其他的形容词 OK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从头开始看起啊 果然还是做得蛮漂亮的 然后整个graphic 然后整个视觉效果 我在这里有点卡 因为我那个模拟人生死 在后台也开着呢 这只猫是西伯利亚猫还是不熬猫啊 都还蛮像的 我们开始先游戏吧 选择名字啊 就随便起 就起我自己的名字吧 确认 那我们谈出来的界面呢 这个界面真的是非常的韩国的那种感觉 基本信息 我们年龄段放到成人那里去 性别是女生 选择一项特征 诶 它这有艺术天赋和个人主义 那我们就选择两个其中的一个 像这里的每个人格的特征特质 还写的蛮具体的 我觉得这一点比模拟人生死做的要好 我会选择个人主义吧 就更加像我吧 你看它那些特点 还有一些关键词 还有价值 价值取向对吧 它这个描述还是描述的蛮真实的 我们来点击选择这个特质 然后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一个界面 它这里有所谓预设 点击应用预设 它这里就是现成的套装 然后整个搭配 就整个人 你就可以直接选这里的预设 或者说你可以自行搭配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预设有哪一些造型 这些造型有不同的肤色 种族 就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但唯一相同的是 我感觉都很韩风的 就是很像韩国那种审美 就是韩国那种单一审美 有种说不出来的那种 就是每一个预设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相似感 那我就决定选择 那位粉色头发皮肤很白的小姐姐 它这张脸长得像 像 哦 这位长得像Angela Baby耶 OK 那就是那位粉色头发的小姐姐 这张脸长得像 文庚音和朴彩音 就是Blackpink里面Rose的一个结合体 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它的预设设置呢 要比某年生四要好一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每张脸长得都那么像啊 韩国这么多明星 它们的脸部也没有像成这种程度 我们来啊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脸部 我们的脸部预设 是不是很像 我觉得它们可以就是 照着一些明星的脸啊 稍微就作为参考 然后来做预设 我觉得都 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和提议吧 哎 这款游戏里面的人啊 就种族再怎么不一样 长得再怎么不一样 这气质永远都是韩国人的气质 有没有感觉 那头发发型这一块呢 选择要比某年人生四要少很多很多 那毕竟某年人生四 还有CC和Moz的加持 但是它这里是有基础色 朴色 然后还有三种挑染的颜色的选择 那这一块呢 那确实细节做的 它是不错的 我不知道的是 因为我现在选的是女生嘛 如果是男生的话 会不会就会出现 另外一整套不一样的发型 我们先把帽子给拿掉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发型 看一下其他的选项 适不适合这张脸 我个人呢 是偏向于短发 那挑染的颜色 我喜欢那种 冷色调的薄荷绿 薄荷蓝这样子 我想看一下我们肤色的一个选项 有多少 嗯 还行吧 没有想象中这么少 但是也没有某年人生四这么多 我选择最白的那个色块 哦 对了 还有一点我听别的up主说呢 那这款游戏对电脑的要求 还是蛮高的 所以说现在呢 如果说你玩这款游戏 已经有点卡的一个程度的话 那万一这款游戏开发 会有更多一些功能 那就不知道还有多卡呢 它瞳孔的一个选择呢 嗯 也算是比较单一吧 那绝对没有模拟人生四多样化 眉毛 啊 这里为什么眉毛 可以那么的粗啊 那眉毛的选项呢 其实也很单一 我们眼睫毛的选项也很单一 啊 其实大家也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模拟人生四是有CC的 但是这款游戏的好处呢 就是不管你选哪一块眼睫毛 你选哪一块眉毛 还有瞳孔 那它都是有各自的 一个颜色的选项的 我们现在呢 正在选择contour 啊 还有腮红 这两大块在模拟人生四里面 是归结于皮肤细节里面的 那还是那句话呢 就是多样性比较的少 啊 可能是因为游戏刚刚开发呢 所以也能够理解吧 那同样呢 虾红和contour的颜色也是能够自定义的 那我们来到眼影的部分 那眼影呢 我们来选择一个比较重的眼影吧 好吧 我就想看一下啊 有不同的那种感觉在那里 那我们眼线呢 也会选择那种 非常明显的猫眼的眼线 然后眼皮上还加一点bling bling 唇部呢 嗯 我觉得要和整体比较搭配吧 但是我也想那种比较红的 比较亮的那种唇色 就类似整体看上去要有唇欲挂的那种感觉 但是也不能说就是脸部上都是重点 这样子也不是很好 那就选择这一款吧 它这里有一个精细编辑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它的五官上面就会出现几个小圆点 那你就是只可以啊 清理这个小圆点来改变它的一个五官的形态 那这一点就没有魔女人生丝的拉杆 可以拉得这么的夸张那么的搞笑 那它这里还有帽子的选项 眼镜 然后项链 耳饰 还有发饰 还有指甲 我还是想说这些装饰品呢 也体现不出来有什么气质上的不太一样 那我让它戴附眼镜 然后呢戴附薄荷绿的猫耳朵 那指甲呢也是要同样的色系吧 我马上就要来到身材的拉杆部分 哇 这身材的部分超有限制性的 那魔女人生丝这一块做的 因为毕竟魔女人生丝真的有CC和MOD的加持 要好玩很多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来到穿衣服的那一部分 衣服的选项稍微多了一点 那我们就选择比较有女人味的这一套吧 好像平时我也会这么穿的 那里面的衣服颜色呢 就和我们的发色要相互印嘛 我们待会要选一双袜子 然后鞋子 那总体来说这款游戏呢 捏人的这一部分来讲 其实还是蛮有潜力的啦 但是呢 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 它的选项确实不够多 然后呢 风格也算是比较单一的 所以目前我还会只是玩 莫捏人神寺比较多一点吧 那它现在这里呢 只有三个世界地图啊 一个是韩国城市 类似韩国城市 还有一个是 类似沿海地区的那带城市 最后一个呢 就是那种印度尼西亚的那种热带岛屿风 可选择的城市呢 也只有韩国和那个沿海地区的城市 就两个世界地图可以选择 然后这些世界地图的一些描述呢 和我们的模拟人神寺 半斤八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 性质上面的区别 那这是我第一次玩的因素 如果说他们团队有任何的分心 然后一些试玩版 如果说我有空的话 那我尽量就会做视频给大家看 那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